大家好 我是那個 就讀國立東方大學園 著名民族學院 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的學生 然後我是來自台東的布農族 我叫胡宇翔 大家好 謝謝 我不知道他們要來了 我們非常好奇這個學院 因為這是台灣獨一的對不對 例如說裡面有哪些課程 有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 我的學系 還有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與族群關係 什麼 文化學系 OK 你沒有常常去唱歌對不對 我是民社系 所以其實這是你們想保留這個原住民 讓他那個他的精神 他的語言各方面都可以好好的研究 把它保存下來對不對 非常棒非常重要 謝謝老師 帶來什麼歌曲 帶來那個台東流傳的一首新歌 叫做《請你告訴我》 然後這首歌還沒有找到人唱跟人做 所以希望可以把這首歌介紹給大家聽 OK 這是民謠對不對 就可能吧 OK 加油 可是等一下 那個我這首歌請我們 校內的原始樂團的那個 其他歌曲 光平 幫我幫你說 好 加油 請開始 女孩 我真不知該說些什麼 女孩 在微信中可曾有我的存在 愛 是不能演講 若不能雙方付出 最好就此結束 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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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難過 我知道我會是你淚流 但終究 是要如此分手 你我又能隔夜 再見 謝謝大家 好棒 許惠希老師剛才跟我講說 你一唱女孩她就感動了 因為很久沒有人對她唱情歌 而且你唱得真的好聽 而且她那個開口那個女孩 這真的是流傳的民謠 作者是誰 不知道 就在部落裡面會流傳 在部落裡面 哇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優美的情歌耶 相信 而且你感動了我們女生的評審 現在很緊張嗎 真的從第一句 我就覺得 然後唱到第二句 唱到副歌 我就覺得 真的很感動 真的很好 而且你聲音真的很好聽 OK